别让你的丑态玷污了体育精神 就在昨晚的东京奥运会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上 中国选手肖若藤摘得了银牌 但这个结果让全国人民都非常气愤 裁判以肖若藤单杠结束后 没有向裁判事以为由 被多扣了0.3分 这个理由听起来是多么荒谬 可同样的 另一位日本选手 在跳马时出现了重大失误 跟肖若藤出色且完美的跳马相比 竟然也获得了同样的分数 这很难不令人唏嘘 看到肖若藤把本来准备好的国旗 又默默收起来的时候 我也忍不住破防了 你在我们心中就是冠军 这一枚金牌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这承载的是他一生的梦想 是他为这场比赛准备了九年的努力和付出 谁都没有理由偷走 水球比赛 日本选手压着中国选手游 在乒乓球混双比赛中 日本选手水谷笋吹球 和日本选手一腾美城摸球台 以上种种都没有背叛犯规 很难不说一句 事项太过难看 恳请裁判 尊重每个运动员的努力 不要让你的丑态玷污了体育精神 在竞技体育面前 说不起就是你的格局小了 也许没有绝对的公平 也可以说是主场优势 但在这样屡次的不公平待遇面前 我们的中国选手 展现的都是中国人的奥林匹克精神 是不屈不挠顽强拼搏 是光明磊落干干净净净 并且堂堂正正拿下每一块奖牌 在技术上 我们没有输 在人品上 我们更没输